社群之夜 謝謝崇一波 明年1月11號 我們一起 崇一波回家投票 請大家在1月11的時候 加入我們鷹眼部隊 打開手機 你們應該已經可以看到 響應總統給你們的行動指令 點擊報名圖片 我要報名 來 請大家幫我點一下 2020台灣要贏 臺灣是經過多少人的努力 才擁有今天令人英以為傲的民主和自由 走過戒嚴 走過白色恐怖 一次又一次的街頭 大家常常在說 今日香港 明日台灣 其實今日香港是昨日的台灣 台灣正在走向一個正常 而有尊嚴的國家的路上 我們用自己的方法 來為台灣發聲 把台灣的力量展現出來 跳投小英和佩芬 台灣未來會更好 Yeah 孟和已經三十年沒有換立法委員 你們知道嗎 我把永和還給永和人 我們要提供長輩更好的照顧 10 9 10 10 1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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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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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確的拒絕一國兩制對不對 我是民進黨這一次 徵召最年輕的一位候選人 所以請大家跟我一起 人生衝一步 你要時間自己的人生理想 想要照顧父母的下半生 想要結婚生小孩完成夢想 告訴各位 蔡英文幫我們做到了 不分藍綠 我們大家一起碰到一個問題 那就是我們的國安威脅 我們需要道德勇氣 每一個黨的人都需要道德勇氣 做對的事情 讓吳思淮站台的立法委員 我們都應該下架他 支持年輕人下架慶忠立委 謝謝大家 謝謝這位高票高選 一二三一起來 一二三二零二零 台灣要一 零二零 台灣要一 其實像我們做創作的 每天早上起床都在衝一波 因為你必須踩著 昨天自己做的事情 然後再往前走 那我們其實受文化部長 曾麗君女士的啟發很大 對 就是 是不是掌聲加尖叫聲 熱情要展現一下 我們的文化台流正在崛起 對不對 在這裡我們有創作自由 我們想寫什麼就寫什麼 我們寫BLG不會被抓去關 對不對 有一天面向世界 我們可以說 我台灣我驕傲好不好 你和去年的自己相比 是不是更有力量 即使你現在身處在黑暗之中 都能夠勇敢的為人生沖一波 明年一月互捧一半 能拉多少是多少 一起投票給我們的小英總統好不好 1 2 3 台灣隊長 我是台灣隊長 只要是人民的事 那就是我的事 如果你也在外台灣努力的話 讓我聽到你們尖叫 歡迎我們的台灣隊長 蔡英文總統 小英 加油 歡迎我們的小英總統 我做了表權正義 我做了年金改革 我做了長照2.0 我也做了能源短型 我也做了產業短型 我做了國防制度 我也讓婚姻平權的立法通過了 要不要跟我一起衝下一波 我接著有一個任務要給你們 台灣民主史上 第一次在總統大選招募爆票之功 進行全國性的爆票運動 這是公民參與的領勝杯 我們請各位為台灣投一張票 為小英首一張票 立刻加入鷹眼部隊好不好 我們有更多人 願意加入我們的鷹眼部隊 誰 一萬四千八百六十大人 謝謝我們現場所有觀眾 還有謝謝我們現場直播 所有的好朋友們 2020 台湾又贏 2020 台湾又贏 1月11 微笑投票 台湾又贏 其他人 中統 東 動 Bri 5 容 柴 返牙 李